而宋楚瑜在我的节目中 她看到林瑞涂这段坦白 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回应 这在台湾没有播出 在凤凰电视是独家的播出 面的谈话是2000年2月2号 话题话说离投票只有一个月都差不多 然后最近的谈话是7月19号 今年林瑞涂的谈话 主席你对过去的事情还在乎吗 如果说完全不在乎 是假的 但是说在乎到说这个人活不下去 也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我比较真正在乎的是 不是有没有当选总统 你去问所有认识我的这些好朋友们 包括我最近亲的人 我从来没有抱怨过说 我有没有当选和落选 但是我真正在乎的是 台湾在那个时候有很好的机会 有一个很认真愿意替大家服务的人 能够把台湾向上提升 而刚刚讲的许多选举的 何止是我们这些爆料 您刚刚讲那个爆料 现在都全部都查出来 与宋楚瑜的操守完全无关 宋振远 我的好儿子 我也很心疼他 你觉得你很对不起他 我很对不起他 他为什么到今天 他说他宁可在美国做电脑 他是台大机械系毕业 然后到美国加州大学 还得到MBA 哈斯的这个school 然后又在Stanford 念这个机械的硕士 他宁可去做电脑的小工厂 什么地方都卖 就是不跟台湾和大陆做生意 也就是他安心很低调的说 他去分期付款 去买的房子 今天都查出来 都很了解 但是当年怎么用这样的手段 来对付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呢 但是这个事情过去了 好多好多我们选举里面的 这些花招也好 恶招也好 老实说我们不能够老是往后看 我们要往前看 而另外的宋楚瑜在我的节目里头 也对现在的蔡英文跟马英九 做了相当不客气的评价 今天台湾所面临的 这是空前的这些危机 那天我跟李红 李红元 李红元好久没有见了 我跟他坐高铁 除了谈那个庐山 那个村子要搬千春 我说红元我只有提起你一句话 千春不是只是把他们搬家 你把他搬到地堡 他会问你他怎么活 他每天吃什么 所以千春的问题不是只有单向解决住的问题 还要解决住的问题 从高雄一直坐到台北 沿途看到多少河川里面 所有的河川全部预计 有人在管吗 政府里在哪里 所以你看看 只要今年下半年大雨 我们好多的地方都会存在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程如你所说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状况 已经不是蓝绿的问题